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自從公佈了可以不用戴口罩之後 大家那種想裝美的心情翻回來沒有? 今天我就打算開箱了 因為看到MAD出了很多新產品 有Skin Care,有底妝,有唇膏 那麼豐富,不如一起開吧 自己開很孤獨 順便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第一印象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了 今季出了Skin Care Collection,叫Hyperreal 保留了MAD一罐很簡約的風格 但這次不是黑色,是米黃色的包裝 然後三個成員分別有 這個是他們的清透換顏清爽卸妝油 它有多清爽,差不多好像落妝水一樣 但推開是一個很薄很薄透的油 我的鄰居是舊版的超級粉絲 它是長期家裡也有很多存貨 它給了舊版 對比一下 可以讓大家看看 雖然是清爽,但沒有剛才那種那麼流質的 那麼清爽,它的卸妝力不知是怎樣 我現在手上是一些眼線 非常持久,怎樣擦都不掉 然後我就擠一噴仔 一點點 哎呀,我拿著了 一點點 然後 擦開它 現在已經淡了 那我就噴水了 它乳化的時候,不會說很厚的 然後我拿紙巾一抹 OK 沒有問題 Approved 我有的資訊不多 它是說 Hyperreal系列是有全身獨家 四大原身活膚精髓 有稀有的 日本矛單碎取物 維他命B3的衍生物 透明質酸 和神經 欺安 對了 那除了這個的卸妝油之外 collection裡面還有貼妝花瓣精華 和貼妝花瓣霜 就是它們了 精華和面霜 有觀眾眼裡的話 應該見過它了 因為平時 它是放在這裡的 我是自己本身有的 它的質地呢 讓大家看一下 不是很高流動性的 但是一推開 非常之好推 它可以令皮膚很平滑 然後上底妝的時候 不會那麼容易卡粉的 是很Smooth的 而且我很喜歡加它 在它們的粉底上用 開箱後 我拿了自己原本有的產品出來 這個是它們的粉底 然後如果平時用來上妝 我覺得它們是比較完整的妝感 我想要再自然一點 再薄透一點的話 就可以加一噴 剛才這個貼妝花瓣精華 你加一噴之後 是好像Skin Care 那麼滑的 然後你再推開它 那個妝會薄透很多 這個精華 除了是用它們的粉底 我用過其他的粉底 都是很配的 然後貼妝花瓣箱 我還沒用 但是我的鄰居 就告訴我 很好用 它是說 上完之後 又是妝很貼 它的感覺比較挺身的 我試一下 真的沒事了 我好害怕 其實 我試一下它的質感 摸下去是有厚度 但是推開來說 它也算輕的 我知道為什麼我鄰居喜歡它 它是那種會令皮膚吸收的潤感 而不是說它很濃 在上面有層膜 揮之不去那種 對 它說用完之後 很乾燥的皮膚 很乾燥的天氣 它都可以上到粉底很貼 它們有香味的 但是不會工備 也不會長時間都聞到 因為我今天有用到這個精華去打底 現在是完全聞不到的 我只是聞到手上有一點 然後到它們是底妝的新產品 叫做磨皮類的蜜粉 這個淡紫色的色號叫做Lavender 然後膚色就會是Light 這個包裝是非常Made的風格 然後打開它 裡面是有粉撲 然後呢 咦 還有蓋 這個設計挺好的 再之後呢 我真的和大家一起開箱 嗯 鏡頭看不見到有煙嗎 這個設計我喜歡 我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它出什麼 我都有買過 這個是他們的Prep & Prime碎粉 我要很小心 因為它以前一打開 什麼都沒有的 是立刻已經是粉撲出來 但是這次這個設計 哇 加了200分 而且我剛剛偷偷地摸到 它的粉是極滑的 這裡不是以前那些洞 是一個網 所以它這樣拿完粉 太多了 我就可以在這裡拍開它 它是很薄很薄的 忍不住打開這個膚色 這邊我是什麼都沒有塗的 然後呢 它可不可以把我的手變得很滑呢 它沒有閃粉 但是令到皮膚有光澤在這裡 不過這個膚色 就沒有剛才的淺紫色 令到皮膚有提亮的感覺 就看回你想要自然一點 還是有提亮感 本身是這樣的 然後呢 怎樣 有沒有磨皮 有沒有filter的感覺 全面上了一層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是很滑的感覺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它的包裝 開旅行很方便 不怕它全部掉到周圍都是 這個我喜歡 而唇膏也有新系列 叫做Lockett Kiss Ink 我有看到宣傳看到包裝的 感覺是很不像什麼 三個的色號 由這邊開始是69號 叫做Sophistry 中間88號Ruby Truth 還有最後是60號 Mullet Over and Over 它們叫做靈感所識 雅致唇 即是它們的妝效應該是比較霧面的 然後呢 就是非常持久 這個是69號色 但是呢 它真的是霧面的 喔 推開了之後會是霧面的 Ruby是它們的紅色系列 這個推開出來 是偏桃紅的 到最後呢 是Mullet Over and Over 待會我可以給它們 有一個顏色 叫做Mullet Over 因為我是有它們的子彈唇膏 是用這個色號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分別 它是有改良度 會再加多一點紅色的元素在裡面 這樣就會沒有那麼Nude 塗上去的時候有光澤 但是之後呢 它設定了就會變成霧面的了 剛才一塗的時候呢 有一點承膜的 現在呢 就沒有了那種很黏的感覺 然後呢 它是不會怎樣交換的 又是中間可能是口水的地方有一點 但是這麼深的顏色 這麼飽和呢 它也是沒有的 所以它的持久度呢 應該是不錯的 最後不是一個新產品 而是它們的綠色遮瑕膏 終於適合了 這個是Medium 我之前呢 是有買到它們的Light的 這個對我來說太淺色了 應該Medium就會適合我一點 Light那個呢 我有介紹過 在遮瑕那條片 它是需要用手指去熱熱的 然後呢 可以看到是非常滑的 我覺得它們不乾 遮瑕度是屬於中高的 你只要用手指去印開它 然後印在手背 它會再用掃 或者是用一些海綿 去印在眼底 它都不會塞到眼紋那裡的 對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開箱了一些MAC的產品 其實如果有一天呢 我可以拍它們的brand focus的話 應該是要拍很久 因為我真的真的用了很多年 大家會知道 我很喜歡買它們的東西 例如這個Omega的 所以呢 我不會說是一個忠實的用家這麼簡單 我是考古型的 Anyway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開箱 因為再說呢 又可以說故事的了 對了 這麼多樣新品 大家有沒有什麼燒著了呢 我最喜歡最滿意的 應該是蜜粉 因為很滑 然後它的設計 改良了很多 我自己是覺得加分了太多了 對了 如果有什麼想再開箱 想看的話 又告訴我 然後 或者有什麼想要多一點的review 想遲些我用完的話 再用一個形式去告訴大家 我的用後感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對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畫 錄兩條新影片 還有什麼時候 我們下支影片 會不會有收到的 大家可以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LIKE 讚好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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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